张鹤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长额四号探测器系统项目执行总监 长额四号让人类历史上首次登陆月球背面 玉图二号成为史上工作时间最长的月球车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里程碑 长额四号和玉图二号开启了中国人走向深空 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 我听说在长额团队当中 女性的科研工作者的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 所以在你们团队当中 大家也亲切地把这一部分的科研工作者 就直接称为长额了 是吗 对 对 确实在我们的队伍里 无论是主力的设计师岗位 还是在操作的岗位都有很多女性 这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 应该还是一个巧合吧 没有太有意的这么安排 那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一下 长额团队的长额好不好 其实在说到长额四号的时候 大家最引以为傲的就是 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它看到了月球的背面 我们在设计长额四号探测器的时候 遇到的一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因为没有人去过月球背面 那么它的土简单地说是软的是硬的 这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它的地形地貌 我们有一些摇杆的数据 其他月球卫星探的 但是它的精细度是不太够的 是不是能确保我们的着陆器能够很好地站上去 不翻倒 不陷落 这个对我们设计本身就是个难题 我们是查了很多的资料 国外的 国内的 包括科学家一起研究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 我们看到的和我们感觉的还是不一样 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坑特别的多 就是 比想象的还多一点 对 在长额三正面的时候 在我们落的那个地方是个平原 相对比较平 但长额四我们也是找相对比较平 但真正落的时候 发现大坑小坑全是套着的这样的 跟我们之前的预想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对 这个科学家也还是有一些解释 因为背面和正面的 从演化的历史的角度来说 受碰撞的概率来说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背面坑多呢 也是有它的科学的意义的 好